自8月29号起,北京市中小学生将迎来分批次返校开学 目前学校开学准备情况如何 8月24号,记者来到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 教学楼内张贴着校园防疫指南 教室门口,消毒洗手液等防疫物资也已摆放整齐 老师正在调整座位间距,保持一米线安全距离 我们会采取错峰上下学的措施 初操的期间吧,我们会让孩子保持安全的间距 然后摘口罩,适当地放松 然后我们在每间教室外面都会配备手削,手部消毒液 然后来保证咱们的学生的还有教室的安全 根据北京市教委安排,开学后学生在校园内仍需佩戴口罩 考虑到实际情况,学校设计了戴口罩的专门方案 有的学生戴着口罩,呼吸不太通畅 我们就允许在后窗户那个位置,开开窗户 学生可以摘掉口罩 基本上是40分钟,我们就组织课间休息 每一个班级的学生到一个指定的区域去休息 让学生能够摘掉这个口罩的时间 此外,开学后,学校将进行单元式管理 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可以快速进行隔离和轨迹追踪 比如说这个班的学生,如果发生了发烧啊,咳嗽啊,腹泻啊 实验楼的第一间,我们就把它开放出做了一个隔离室 任客老师就在教室门口一呼应,我们就会有巡视的老师过来 然后就请校医过来,校医过来会把这个学生就带到这个观察室 进行观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诊断 然后因为这个班机,我们所有的线路都是非常清晰的嘛 所以就可以去倒着去追踪嘛,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在教学安排方面,开学初期,学校将以适应性教学为主 不会安排摸底测验 通过开学第一课等方式,引导学生适应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模式 帮助他们找回返校学习状态 每个学科要开学第一课,不是直接就讲教材上的内容或者什么 而是让孩子们先要有一个线上线下教学习方式的这么一个总结 让孩子们互相交流一下经验 如何能够在线上教学它的效率更高 新小一的孩子们,他们刚刚入学 所以他们先适应好线下教学 我们在校园教学过程当中 我们会渗透某些环节的线上教学的一个学习模式的这么一个引导 放缓学生进入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中文字甚麽 中文字幕转发独で说 球